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7年最耀眼的战堂新秀——达格列进 这一集就先说说战堂老将——二甲双瓜 二甲双瓜诞生于1929年 科学家还给他起了个牛叉的名字叫葡萄糖昆士者 可他一出生就被胰岛素的璀璨光芒压得死死的 足足憋屈了30年 到1957年才在法国上市 后又经历了退市风波 直到1995年才再次上市 时至今日 几乎所有的糖尿病治疗指南都明确表示 对于二型糖尿病 除非存在特殊禁忌 菌营从开始就使用二甲双瓜治疗 本系列所提到的糖尿病特制二型糖尿病 故事就从这碗米饭开始吧 米饭、馒头这些食物还有大量的淀粉 经过小肠的消化 被风解成葡萄糖进入血液 这就是血糖 能为全身的细胞提供能量 血液里的葡萄糖含量称为血糖值 这个值一直在波动 吃顿饭 小肠吸收的葡萄糖多了 血糖值就会升高 一运动 细胞吃糖多了 血糖值就会降低 这血糖值波动得在安全范围内 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太高就是高血糖 会损伤血管 脏气 极大危害健康 太低就是低血糖 会让人头晕 变花 昏迷 甚至酸中毒 怎么保证血糖平稳呢 机智的身体 给血糖上了两道保险 保险一 摄入与消耗平衡 吃饭吃面 算血糖升入 劳动运动 算血糖消耗 吃完多活动 摄入和消耗平衡 血糖活妥的 吃得多 冻得少 血糖摄入远高于消耗 血糖就会升高哦 血糖升高了怎么办 请上第二道保险 血糖转化平衡 身体里有几类奇葩细胞 干细胞 肌细胞 和脂肪细胞 血糖高了 他们就把糖 转化成糖原和脂肪 存起来 血糖低了 他们就把糖原和脂肪 转化成糖 释放到血液中 提升血糖值 在这个调节过程中 干糖原的转化是绝对的阻力 连上两道保险 血糖表示稳稳的 问题来了 干细胞怎么知道 啥时候该存储 啥时候该释放糖呢 一个牛逼的系统就要出场了 它能灵敏地感觉到血糖的变化 并能根据血糖值 来指挥干细胞 完成血糖和糖原之间的转化 血糖高了 干细胞 干细胞 开始存储血糖 血糖低了 干细胞 干细胞 开始将血液中释放糖 如果这套指挥系统傻叉了 世界将会怎样 管它血糖高低 干细胞都往血液里扔糖 结果就是 血糖高了还在扔 又高了又扔了 悲剧了 此时 二甲双瓜大将出场了 一键重启帅不帅 这么高的血糖 它还往血液里扔糖呢 你说你是不是傻 一切愚蠢的行为 被二甲双瓜大将终结了 血糖就这么回归正常了 当然了 二甲双瓜可不止这一把刷子 还有一种二型糖尿病的病因 是血糖进入细胞 不顺畅导致的高血糖 那血糖怎么就进不去细胞了呢 来来来 胰岛素善良登场 胰岛素 出身一线是一种激素 话说细胞饿了要吃糖怎么吃 细胞外面有层细胞膜 就算糖贴在了细胞的脸上 它也没法直接吃这口糖 细胞治理有个专门负责接糖进细胞的家伙 叫葡萄糖转运体 就叫糖专车吧 胰岛素就是个跑腿的 看到糖来了 赶紧跑到细胞家 细胞家有个专门接收胰岛素信息的门卫大爷 医学上叫胰岛素受体 门卫大爷接到信息 就知道有糖到门口了 赶紧安排瞎溜达的糖专车 去指定地点接糖 糖就这样进到细胞里了 再来看看二型糖尿病人的情况 胰岛素看到糖来了 赶紧跑去喊门卫 门卫失联了 接不到胰岛素的消息 于是糖专车在细胞里瞎转 糖在细胞外堆积 细胞饿得奄奄一息 胰岛素和门卫的失联 医学上叫胰岛素抵抗 注意 二甲双刮来了 如果说胰岛素是WiFi 胰岛素受体是手机 胰岛素抵抗就是手机收不到信号 那二甲双刮就是一口大锅 没有它送不到的信息 医学解释是它具有胰岛素的增敏作用 有了它 胰岛素和胰岛素受体沟通零距离 血糖和葡萄糖转运体无缝对接 两道保险同时上线 高血糖就降下来了 二甲双刮在战堂界名声显赫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它很甜意 神毒君再次向战神二甲双刮鞠个弓 敬个礼 感谢他的杰出贡献 下集神毒君要介绍第二位战堂名将 阿卡波糖 相信有些糖友手中的小药屏抖了一下 神毒君 你咋才说阿卡波糖啊 他穿过你的全世界 你却对他一无所知 下集不见不散